政府从下个月起也推出冠病疫情复苏补贴 为中低收入员工和自雇人士提供经济援助 援助额每月高达700元 他将取代这个月底到期的冠病疫情薪金补贴计划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冠病疫情复苏补贴计划主要针对家庭收入更低 遭受更大收入损失的人士 那些失业被迫连续三个月拿五薪假的员工 可领取每月高达700元的资助长达三个月 至于收入连续三个月平均减少至少50%的员工或自雇人士 可领取每月高达500元的资助长达三个月 比如说我们接近居民的时候 他们也是很焦虑明年的情况会怎么样 他们真正是担心明年可能会失业 那针对这样的居民呢 那如果他们明年失业的话 那还有从1月到12月当中 如果任何一个期间受到持续工作的话 那这个补助计划就真的是很恰当 可以给到他们帮助 申请条件有所调整 当中包括申请者的收入减幅更大 家庭总月入或家庭人均月入顶限将调低 家庭总月入不能超过7800元 家庭人均月入不能超过2600元 申请者过去两年必须有工作至少半年 直接一脱长之后 你反而看到很多的家庭 他们的那种的困难的程度就加深了 所以对于政府这一次决定延长这样的援助 我觉得对于这群比较少数的特定的困难的家庭的群体 其实那个帮忙其实是很大的 其他条件还包括申请者必须是公民或永久居民 年龄在21岁或以上 不能拥有超过一间房产 住所年值不超过21000元 失业者必须提成寻找工作与培训的证明 申请者可以从明年1月18号到12月31号上网提出申请 感谢观看